川普对美中谈判很不满意 要等中方先表态 中美贸易战开打 北京高调宣布 已停止谈判 但美方透露双方仍在继续接触 白宫经济顾问称 川普总统对谈判很不满意 因此继续施压 而美财长公开表示 等待中方做出让步广告 7月18日 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普德 洛在CNBC与纽约举办的一场会议上表示 他认为川普对美中的所谓的贸易谈判很不满意 因此持续施压 他本人也支持川普的做法 美国7月6日正式启动 针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第一轮 关税措施10日又公布了 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你家税清单库的洛说 美国平均关税税率约2.5% 而中方大约14% 因此中共必须降低关税壁垒 库德洛还说北京还在拖延这场竞赛 但整体而言 中方仍希望达成协议 另外库德洛也十分看好美国经济走势 显示了白宫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信心 他表示 美国经济成长幅度已接近3% 将在一季或两季间攀比4%涨幅 远由于过去10年的水平 为刺激经济成长 美国政府计划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措施 这也会增加数百万人投入职场 并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20国籍团G20财长会议期间 美国财政部长美努钦 并未安排与中方官员会晤 显示美国在贸易战开打后正在等 在北京先表态 G20财长会议 本月21日至22日 在阿根廷举行 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 美努钦已安排十余场双边和非正式会谈安排 但他认为没有必要与中方官员会面 美努钦已明确表示 如果北京想迈出第一步 他有时间报道称 上周美中双方金表态 有意恢复贸易协商 但美努钦表示 北京必须承诺进行更深度的经济改革 这名财政部官员说 美努钦已与中方进行大量接触 但并未说明细节 这位官员并称中共的贸易行为是经济侵略 美国财政部官员还透露 借助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机 七国集团G7也将召开财长会议 届十七国将讨论中共政府对本国企业的过度补贴问题等 显示美国将联合盟国继续对北京施压 此前美方已经与中方掌管纱帽 金融和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了三轮谈判 但六月以来 美中之间的高阶贸易会谈已经终止 中共官方宣称拒绝谈判 美方认为 中共多年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包括封闭和垄断国内市场 关税不对等 盗窃强夺 美国知识产权等 给美国经济造成致命伤害 中方必须纠正 而北京则繁治美方为贸易保护主义 攻击川普的贸易措施失去理性